SW转置不是转置的一个Nee再乘上一个SB 怎么算呢 我们nipad当中已经给我们指定好一种求矩阵Nee的方法 直接给它拿过来 再用SW的Nee乘上点DOT一下我的一个SB 这样呢我就可以算出来当前的一个矩阵的结果了吧 那算好这样一个矩阵之后啊 我要的什么 我要的是矩阵的一个特征值吧 因为我的一个W什么 我的W是矩阵的特征值 这才是特征向量 W是矩阵的特征向量 它的特征向量才是我的解 所以说呢对于咱们的后面括号里的 这是我的一个矩阵 对于这个矩阵啊 我用nipad对它求了一个特征值和它的一个特征向量 它返回出来两个结果 一个是咱们的特征值 后面呢是它的一个特征向量 所以说啊现在啊 我可以给它画一下 就是比如说咱们4乘4的一个矩阵 那现在我求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 4个特征值加上4个特征向量嘛 一个特征值对应一个特征向量 那现在我来看就是这是第一个特征值啊 第一个特征值 然后呢第一个特征值是等于3.2啊 乘以一个10的 就是等于当前的一个值吧 咱们也不说它的一个值是什么含义 表示32.3 然后呢它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这是我第二个特征值 这是我第三个特征值 这是我第四个特征值 每个特征值当中啊 都是有不同的一个大小之分的 那现在就是我现在啊 把咱们的一个特征值和特征向量都算出来了 那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啊 看它的一个数值来说 它表达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啊 在决定当中啊 我们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就是说这个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在数值上 它是有实际的一个物理含义的 我们认为啊 就是它的一个特征向量 表示着我该映射的一个方向 特征值呢 表示着我当前这个特征向量 它的一个重要程度 比如说 当前我求出来几个特征向量 求出来了四个特征向量吧 那四个特征向量可以表示着 就是我四个要映射的一个维度吗 但是我们现在想就是 咱们原始数据是一个四维的 求出来也是一个四维的 那我把四维做一个四维 做一个四维映射 咱们降维了吗 咱们没降维吧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的想 哎呀 我现在可以映射到四个维度 四个维度没降维 那我映射到其中的两个维度 可不可以啊 在四个维度当中 选择其中的两个维度 这不就是一个降维的过程吗 那现在的问题来了 你选择其中的哪两维啊 咱们刚才是不是说了一个东西啊 咱们有一个特征值 特征值啊 表示这特征向量的重要程度 那对应于咱们现在有四个特征值嘛 四个特征值对应于四个特征向量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哪个特征值比较大 哪个特征值比较小呢 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排序 下面的代码 就是我做了咱们的一个排序的操作啊 排序完之后啊 第一个值是一个32点多 第二值是零点几 第三个值 第四个值 都是等于一个负的非常大的一个数吧 等于10的负15次方啊 这个数乘起来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数啊 那当我看完这样两个数之后 哎 好像给我感觉就是 第一个就是第一个特征值极大 第二特征值就比较小了 第三四的特征值就更小更小了 那咱们特征值表示着 我特征向量的一个重要程度 那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 第一个特征特征向量哎 非常重要 第二特征向量基本上没啥用了 第三第四基本上就废了 可能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吧 那我们按照百分比再进行计算一下 咱们就是按照咱们的一个 占总体的一个百分比吧 第一个特征值啊 占总体百分比大概99% 第二只占了1%还不到 那所以说啊 第二第三第四基本上就0%了 那这里我就有理由认为了 哎呀 咱们现在有一个四维的 那我想将这到两维 我选择前两个特征值最大的 那个特征向量不就可以了吗 咱们这里啊 就是通过我的一个特征值的大小 我要进行一个选择了 选择什么 选择啊 咱们前两个特征值最大的 那两个特征向量 所以说呢 在这里我选择出来了 我的一个特征向量 然后并且给它组合在一起吧 一个特征向量啊 它是一个4乘1的 两个特征向量 它不就是一个4乘2的吗 把我的特征向量再组合在一起 形成了我当前新的一个矩阵 那这个矩阵是什么 这个矩阵不就是我的解吗 不就是我的w吗 咱们来看啊 就是说我的w什么 是我的特征向量吗 只不过说在这里 我的一个w 它是一个也是一个4维的 我又做了一个筛选 选择了其中最有意义的两位 然后要去做 咱们的一个降维任务了 降维任务怎么去做啊 咱们可以想 就是说原来的一个 原来的一个数据是什么 原来的一个数据啊 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写一下 原来的一个数据 比如说它是一个150的一个 它是一个维度是150的 然后它不是 就是有150样本 然后每个样本 它有4个特征的 那现在我找出来了一个 什么样的矩阵 一个4乘2的矩阵吧 4代表什么 一个特征向量 它是有4个值嘛 2呢 也代表咱们两个特征向量嘛 所以说一个150乘以4的 再乘上一个4乘以2的一个矩阵 等于什么 不就等于一个150乘以2的一个矩阵吗 那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是 原来的数据是一个四维的 现在呢 我给它映射成了一个两维的吧 这不就是我的一个结果了吗 咱们由一个四维的 映射到了一个二维的数据 咱们来看一下吧 我的一个映射完 XLDA 等于什么 等于我X.dot一下 这个W不就可以了吗 这不就是一个矩阵乘法吗 而设定一下 是不是150乘以2呢 是的吧 也就是说 现在啊 我把数据做了一个降维 然后在这块就是 我画了一个图 这个画图咱们又不说了 咱们先来看一下我的一个结果 画完图之后啊 这是对应于我三个类别 这个就是说 我来看现在原始的一个数据 我们先来看原始的一个数据 下面我错了 我画了一个原始的数据 哦 下面我还没有画 咱们的一个原始的一个数据 是吧 原始的数据啊 就是 其实原始的数据啊 它的分的 是不是特别开的 然后呢 我现在要看一下 我现在做了一个LDA吧 做了一个线性翻面分析 然后呢 映射到了两个维度 这一个维度啊 咱们可以认为是L1 另一个维度可能是L2 映射到一个二维之后啊 相当于是做了一个投影 做了一个维度的一个降低吧 那这一回咱们可以看 就是 我的一个绿色的 红色的 还有蓝色的 这三类点 它分类效果就更好了一些吧 也就是说 我可以用我的一个LDA 做咱们的一个降维的任务 接约完之后啊 它分类效果 要比之前是好一些的 这个就是 我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咱们这个 现在翻面分析啊 从我的一个公式推导情况下 咱们该怎么样 给它用python实现出来 很简单啊 就是求两个矩阵 不用完事了嘛 求一个sw 求一个sb 求出来两个矩阵之后 咱们求它的一个特征向量 选择特征向量当中啊 有意义的那些 不就可以了吗 怎么看有意义的 选择特征值比较大的嘛 这个是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去实现 然后呢 sklearn当中啊 也给我们实现出来了 现成的这个LDA 在我sklearn当中啊 我们先往下 把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现象分别分析 给它导进来啊 slda一下 然后呢 我们用sklearn 先去实力化我这个对象吧 然后我们的一个 就是要降低成几维呢 你要降低降成两维 所以你写一个2就可以了 然后呢 在这里啊 我们去fit transform一下 注意点啊 我们来看 我们要传进来什么 我们要传进来的是 一个是x 一个是一个y 也就是说 这个它是一个有监督问题嘛 既要用到我的一个s 又要用到我的一个y 然后呢 转换完之后啊 我还可以把它的结果展示出来 下面就是说 我下面画两个图 就是一个是一个sklearn的 一个是 一个是sklearn的 一个是我自己去做的 可以说啊 就是说用我这个sklearn 再或者说用我自己去做 它的结果是一样的 只不说这张图啊 画的是倒过来的啊 这个lda 这个sklearn实现出来啊 跟我们自己实现出来的 是一个就是 看起来 它是一个倒过来的 一个形状啊 是这个歧视的 其实啊 它的做法都是一样的 都是求这两个矩阵 确定这两个矩阵之后啊 求出来它的特征性量 然后找出来最合适的 那两个维度 比如说 你n等于 这块你写一个n等于2 相当于是找最大两个特征值 n等于3等于4 相当于是找前三个 或者是前四个特征值 然后呢 你就可以啊 得到咱们当前的一个结果了 这个啊 就是我用我的一个 线性判别分析啊 做完之后啊 咱们降维的一个结果 用sklearn啊 跟咱们自己做啊 其实上 它的效果是差不多的 也是非常简易的啊 咱们的一个 线性判别的一个分析器啊 可以 别看咱们这个算法很简单 但是呢 它在做我们的一个 降维认为的时候啊 用的是非常多的 因为它不光能做降维啊 降维完之后 还保证了 咱们分类效果还是不错的 这个LDA啊 虽然是提出来是比较早的 但是在现阶段 用起来还是比较多的 一方面是比较简单 另一方面呢 确实啊 这个东西 它也是比较实用的 那这个就给大家讲了一下啊 咱们怎么样 用这个线性判别分析啊 来帮助我们进行啊 咱们要去做一个降维的任务 比较简单吧 求出来最终结果不就可以了吗 这个就是我们这节课 给大家讲的啊 LDA怎么样去做 一个降维的任务